咱们继续讲 万能后手 驱头屏风马 沪尽骑兵 过河鞠 对平炮对鞠 下面红方采用激进中兵 黑方平炮打局 对攻 前面都是开局定时 咱们就不再细说 下面黑方的正招就是进向 红方入过沙马 这个局面截至目前还是抗衡 这一局 红方选择马六进八 欺负黑方炮无根 就说你不打人家打 进一局捉炮 马就奔上槽了 黑方只能平降 然后干掉局 爽的不要不要的 下面黑方退炮 一时三鸟 一脱离巷口 二防止红方杀炮 有平炮打局破相的手段 三呢 就是强大攻势 如滔滔江水 怜悯不绝 红方一看可能都笑了 你单局我还怕你不成 对不对 要是交换了 红方有局 杀无局 你要是敢逃局 人家照头一棒子 再退马 提前一下课 那下面 黑方怎么办呢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凌空上马 双鞠对着头 马在冰口 炮在鞠口 合着黑方鞠马炮 都无根 那下面 红方 怎么抉择呢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因为不管红方怎么走 都难逃一死 首先不能杀马 因为 必招 必命 那公元大爷说话了 人家干掉你的炮 居有根 你能撒地 对不对 但是 黑方有惊天妙手 虎口献居 后面有炮 红方 没得选 然后上马 只能进香 再上马 带着洗脑 这边来不了 有守门的 只能 率无平四 黑方的目的 黑方的目的不是杀鞠 而是催杀 红方无奈 仅此一招 然后一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不能杀马 也不能杀炮 所以只能杀鞠 那问题来了 人家 红方 双鞠 还能输了不成 因为 黑方 下线鞠 被干掉了 再打下 人家 人家可以进帅 对不对 但是 马后炮等着呢 老帅又不能动 只能进香 黑方一招先 吃遍天 杀马带香 看世 还带香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